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 副主席陈丹槐 顾问杜英 齐盛聂未平等旗届名秀 齐聚一堂 八支参赛队伍的22名女棋手盛装亮相 开幕式上进行了抽签仪式 国家女子围棋队的小星星黄晨星舞段 还现场演奏了古争来助兴 创办女子围棋联赛的呼声由来已久 如今梦想成真 中国围棋院的掌门人刘思明也是感慨良多 我想最主要的心情还是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那么有了第二围棋联赛以后 虽然目前报名的第一届的八支队伍22名棋 但实际上它影响的人远远不止 今年我们团体赛 由于有了等于是一届维甲联赛 参赛资格的这种选拔性 就是破例的达到大概有30多之位 过去是从来没有 那么有了这样一届比赛成立以后 明年它那个升降级等等 马上就会带动整个的这个已知联赛 或者我们还是把它叫普通的正常的守护团体赛 包括学习的这个孩子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错误 因此我们非常高兴 有了这个比赛 中国围棋协的发展 从格局上各方面来说就更加完美 第一届中信职业杯 中国女子围棋甲职联赛 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 中信职业有限公司冠名 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常振明 与中国围棋渊源颇深 他本人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围棋高手 首届女子围棋甲级联赛 得意与中信牵手 他可谓功不可没 那聊过了女子围棋甲级联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汗同山杯的最新进展 6月29号 第15届阿汗同山杯中国围棋快棋公开赛16强战 在山西长治进行了四局比赛 结果鼓励不敌刘星 周瑞扬百于秋郡 范婷玉击败吴光亚 孟太玲立刻周赫阳 出战比赛的三位世界冠军仅范婷玉一人晋级 由于赛事繁忙 本次16强战分阶段进行 8强战将于7月5号在中国棋院开战 好 聊过了一周的棋人骑士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赵首寻五段和球丹云二段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是首届中信置业杯 全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中的精彩对局 对阵的双方是张璇八段和王晨兴五段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和赵首寻 为大家讲解第一届中信置业杯 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的第三轮 这盘棋的对阵双方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由张璇八段对阵王晨兴五段 他们两位棋手分别代表的是一个厦门光阴山队 这是张璇的队 另外一个队就是江苏天玉园林队 那么这个江苏队实力比较突出一点 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是夺得了四分 也就是说两个人四战全胜 那么厦门光阴山队是由张璇领衔的 他前两轮是取得了二连胜 但是由于第二台的二连败了 所以他们对只夺得了两分 这一轮他们狭路相逢了 要看张璇一位非常资深的世界冠军级的棋手 对阵非常年轻的王晨兴到底鹿死谁手 这盘棋挺精彩的 是的 下得很漂亮 这个女子联赛本身女棋手们都非常的靓意 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以前大家都觉得围棋好像更多的 包括我们直播的也都是男性的比赛比较多一些 那么女孩子的比赛 大家可能看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么这次也是 大家可以说是不仅在棋上是一宝眼符 本身也是一宝眼符 这个很便利的女孩子 是的 那今天这盘棋 下的棋的内容上下的也是非常的精彩 对挺不错的 因为他们两位是非常有实力的两位女子棋手 像张璇八段 他一度是在女子当中是没有对手的可以说 对 在国内可以说是称霸了一段时间 虽然说现在年纪慢慢的增大了 但是他宝刀未老 在前两轮也是非常漂亮的取得了二连胜 那么今天的对手王晨晴当然是非常强的 我记得张璇老师好像是曾经在等级分上排名进过前十 是而且他是跟那个时候跟他的夫君长号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结婚 争夺挑战权 在女棋手当中是没有过 全交侠侣 是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棋吧 好的 这盘棋是由张璇指黑先行的 他们两位棋手年龄差距非常大 对 这要是放在几年前 那个张璇老师跟这个王晨晴小猩猩下的话 肯定是一种很上手的一种姿态 非常厉害的老前辈在指导这个小朋友的感觉 但是现在呢 这个90后的小孩子都成长得太快了 王晨晴也是 我记得应该是91年的小姑娘 年纪很轻 但是其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现在可能他们两个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估计张璇老师因为肯定也是知道这个年轻 其实我现在都做不得了 这个实力很厉害 所以说他们可能 我估计这个心态上王晨晴也未必会那么轻松了 没错 这白棋挂脚破坏黑棋的意图 因为现在黑棋这种迷你中国流是非常常见的 他如果说沾个心位的话 对 如果沾空脚 他就挂 这是有套路的 对 走这个或者走这个 我们就不继续多摆了 但总之后面都是一套一套的 这些东西很多 所以他要打破对方的意图 就先挂了个脚 这个时候黑棋是这样 二奸高加 对 这时候比如说黑棋你要简单的阴的话 那么他挂一下就已经把你的意图打乱了 他就已经实现目的了 他比如说在站脚 你在挂的时候 他就可以夹这样夹过来 或者是这样夹 有这个子作为接应 他夹过来的时候 效果就会好一些 他挂脚 如果说直接下的话 有可能挂不着那一下 或者说你在挂的时候有别的变化产生 所以说他先挂到一下 在拆间夹总是好的 是的 但是黑棋没有让他如愿 黑棋当然是见招拆招 他在这二奸高加 而且下的很有意思 这个曲部 反加了在这 对 现在由于打贴木 大家都喜欢把棋 拿白的一方 喜欢把这站线拉长 大家你小飞一个 我拆二一个 到时候你怎么贴我的木 对吧 这个是白棋的一个想法 拿到白棋一般都会这样想 所以说黑棋一般下这种积极的 白棋一般下这种躲闪的 不跟你正面发生冲突 对 这个反加的意图就是转身 还有就是 可以去靠样子 就是这个双方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个双方年龄上的差距 其实是很大的 对 你看王成兴他是91年出生的 对 张玄老师他是68年出生的 六年后对九年后 虽然是68年出生 但是依然还是很厉害 那当然 对 对 没错 我记得好像在前不久 应该是我们孔祥明老师 还夺得了一个快期赛的冠军 对 孔老师是50后的 但是更大前辈的这种感觉 也是还夺得了一个冠军 所以说明女子棋界 其实是宝刀不老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没错 这在男子棋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你说60后棋手 50后棋手 要去拿冠军 简直想都不能想 是 早就被年轻棋手斩于马下 估计 在靠压 然后白棋先 长一个 这个局部是这样定型的吗 我觉得好像比较少见 长这个 长这个比较少见 长这个就是一个局部 争棋先手的下方 其实他中心思想 这条件我们刚才说了 就转身 转到哪了 就转到这条边上 大家看星卫加小木 他的这条边是黑棋最主要的发展 势力发展范围 所以白棋想尽快地把局面打开 然后转到你的大本营里 把你大本营现破坏了 这是白棋的目的 但如果你直接拆二的话 这个点太好了 对 这人家肯定会唬住你 这太好了 这个棋型是很完整的 你等于这一下就大亏 如果没有这一下的话 很正常 对不对 我比如说下一个 这个迷你中国流 你就刮了走 这都很正常 所以在这也差不多 但你这一下就现在就是大亏 本来可以点拖三三等等 总之黑棋是挺薄的 撞完了之后 它全厚了 所以这个棋型太好了 那么白棋 它这个长一个 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它就是要破坏一下 破坏一下 不让你唬下来 对 尝完了交换之后 它再来这个 那么在这里的话 黑棋要吃它的话 基本上只有拐角 可以走到外面 没吃掉 就拐角的话 那么比这个就差很多 是 这个差距 对 没吃看净 它这二路一滑 露出出来了 对 所以它这尝一下之后 可以说你已经 严格来说 你已经吃不掉它这两个子了 它这叫仙手活 虽然看上去 比如说这种滑水 这稍微奇性上猥琐一点 但是毕竟它 你吃不掉它了 对 那等刚才唬下来 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 那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尝一下 急先手 解决一下问题 然后赶紧插 没错 所以黑棋一看 我脚上反正这两子 也吃不干净了 我就干脆不吃了 吃不掉了 避住 避在外面去了 对 我这一排后市 总得发挥一下作用 对吧 即使是攻不着你这叉 也吓唬一下 下着起 我点就厉害了 对 是的 因为这边有后市做接应 对 白起来就爬脚 白的先爬 这是白的先手 定型 把脚先活了 挡住它 跳起来 这跳也是挺稳健的 是 这个局部形成这样的变化 比较少见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黑棋没有不满的道理 我觉得黑棋还不错 对 还有一点重要原因 就是现在 在看全局 就是这局部只是一方面 对吧 我们下棋毕竟是要下一整盘棋的 你在这儿毕竟白起来是落了后手 在一个上面还有一个空角的前提之下 你在局部落后手 那个一般是很不甘心的 而且在这个局部 以后黑棋的招法比较多 比如说它可以搬粘 也可以搬火 都是先手 也可以单力 对 如果挡住 我搬粘又是先手 这一路 你这边拆二 其实没什么空 白棋就是相当于是一直在躲闪 就是说两位在拳击内台上打拳的话 白棋就是一直在绕着你走 他从挂开始 一直在破坏别人 而不是说他自己主动的有一些构思去怎么样打击对方 不是这样的 他一直在躲 躲着黑棋下 黑棋肯定没什么不满 是的 不过我估计这也体现出他们两个的心态 现在的心态跟之前是不一样了 因为张强老师 平时可能主要的精力也没有放在训练上 毕竟是这个年龄 包括他的家庭 事情比较多 事情比较多 对 所以说他参加这个比赛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负担的 他不需要证明自己了 张强老师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了 小猩猩王晨星 他是很年轻 在上升期 很需要有成绩 尤其是面对着老前辈 又是鼎鼎大名的老前辈 他非常想证明自己 他是很希望能够赢的 所以说他吓得非常保守 可以说白棋吓得挺保守的 没错 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黑棋现在先挂了一下 对 黑棋先挂 你看张强老师多积极 吓得挂完了拖线 赶紧抢空脚 对 黑棋就感觉上把棋盘上大的地儿都占了 赶紧先占了 我这挂一个我也没空在这儿再补齐 反正这儿本来就很厚 就比较一系列先手 因为 对 白棋自身很 谈不上厚 你根本没有条件去进攻黑棋 这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说黑棋挂一下之后 他就是完全把自己当后世用 挂完了之后这边都是我的 就是这个意思 白棋先从上面挂进去 要把屎 黑棋的阵屎先给他打伞 对 黑棋这个我们看招招都是撑得很满 走完之后又给你逼住了 张老师 我跟张牙老师也是下过之前 在很多很多年前了 我是感觉张牙老师的棋是非常的灵活 对 这点在我觉得在女棋手当中 很少见 比较少 对 是印象很深 我觉得也是学了很多跟张牙老师下棋 他非常的灵活 大机关很好 对 然后很多地方 有点酷似于男子棋手的这种感觉 没错 就是很少看到他与对方就在一个局部拼命纠缠 很少的 对 你看看一个地方崩盘了 这种现象几乎是没有的 对 所以他的后半盘定型和收束都是比较强的 他绝对不怕跟你耗到后半盘 对 而且他本身就这方面是比较厉害 然后前面的他又很清楚 假如说有一个地方你要跟他纠缠不休 他一会就灵活的脱身了 是的 这是他的长处 对 所以我们看这盘棋也是黑棋基本上就是朝朝都走在要点上 而且下的很满 撑的很满 这个地方扎钉 也是这个劲角的权力都不给你 的确是下的很好 白棋现在有达入了 白棋有点着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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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整盘棋看下来白棋的空目似乎不是太多 对 其实这条棋非常大 当然不否认它大 但是本身我们看白棋这两个子实际上它很薄的 这两个子是有点问题的 对 如果正常的话 你就比如跳一个 这是本手 是的 我们正常的思路 跳一个可以去补一个 然后白棋可以再去这打入 因为你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背景 从这打入是可以考虑的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思路 但是这样下的话 时空上白棋是不是有点担心会落后 对 他着急了 这可能时空上确实不是很好 因为 之前都没走到木 没走到木 因为我们说了之前他一直在躲 躲着别人下 棋子 我们知道最后围棋是比双方棋子的效率的 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站的如果都不是地儿的话 你这效率就成问题了 其中这个时空肯定成问题 所以说我估计他是这个时候有点担心 突然觉得这个好像形势 不太好 对 就下了布局 下了一些 就感觉这个时空就有点吃紧了 所以他这个打入 这个打入 这个打入黑棋总是不怕的 这样的打入黑棋肯定不怕 因为这两边都是黑棋的子 然后白棋那上面这两个子这么虚的 很薄 对 你这还没交代完呢 黑棋又很简明 这个直接打入只能说是一种破控 对 它对于黑棋是没有威胁的 对黑棋没有任何影响 对白棋这块棋有一定的加厚的作用 但是我们看白棋毕竟一二三已经下了三手棋了 这个地方白棋本身拆二再加一个小跳 一般来说是很难被别人进攻的 那这个加厚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这条棋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捞控 对 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 除了捞控之外 所以这黑棋肯定不怕 扳过 扳过 白棋把这个吃掉 对 这个局部的效率 黑棋虽然送了一个 黑棋这个地方送了一个 但实际上跟白棋这样是一样的 这个效率上来说 如果白棋退的话就等于这样 对吧 白棋这个子如果退到这的话等于这样 那等于这样的效率 这个效率白棋其实真的不怎么样 因为这个子就多余了 你把这个子拿掉就好了 对 拿掉就好了 如果没有它的话 等于这个 我们再多说点 就是 这可能有点远了 就等于你这个棋本身被黑棋虎过来 这个头被黑棋虎过来 本身就不怎么样 这肯定不怎么样 这个虎口撞上去肯定不好 然后你把这个拉出来 它切两下 本身如果像这样 可能就是一个白棋 我觉得也不怎么样 可能也谈不上好 然后那两个交换一下 对 这两个交换 它这个扎钉非常的大 这个扎钉就是一手 巨大的一手棋 就本来这种情况下 它走那儿就很正常 对 就很正常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莫名其妙 实际上这个造型比那个好一点点 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局部来说 白棋肯定是 掏这个肯定是不便宜的 这局部 走得越早越亏 这种地方 步架太慢了 确实 没错 我觉得 从布局上来看 王晨星 当然他是个小星星 现在棋很厉害了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心态有点问题 下得有点着急 一开始就想求我 没有按照正常来下 对 后面下着下着又着急打入去 这个不是很好 对 我觉得棋呢 不管你的对手如何 他的年龄如何 你棋该怎么下 还是要怎么下 对对对 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 这才是重要的 对 那棋下的有点走形了 这可能就不太好下了 是 接下来 这个 走在这了 这打入就变成了一个绝好点了 对 那黑棋正好利用这个后视背景去打入你 我们看刚才黑棋一直在下的很满 我们说黑棋的棋子效率下的很满 这个地方形成了后视 他就逼住你 欺负你一下 让你只好走一个 没看上去没什么木的单观 跳了一个 对吧 在这个地方 黑棋又通过后视 他又去欺负你这两个子 这白棋看上去又是很苦的一个细形 所以说经常到这 我觉得黑棋还是明显好 挺好的 很好下 而且走到这之后白棋挺难办的 不过幸好白棋还有一点 有一个先手刺 不然的话就很难收拾了 我都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这地方不好连 白棋局不来说不好连 这一下就把白棋分断了 对 实在他拖了一下 黑棋搬下去 这非常狠 断 这个时候注意 黑棋不能直接爬过来 对 这种细形本来他是应该爬过来 对 本身可以爬 但他多了个点就不能爬了 然后他人打吃一个盖过来就行了 对 那你这吃底下这个三个子太无聊了 对 这你知道 这大概只能这么走 冲了 吃 这被他一搂打 再打 对 这黑棋 太惨了 实在是没吃到东西 这样 他被人家接上 我现在马上接上 你一会儿还把你断了 假如还要被锁挂 断了好像是先手 你还得去走一个 要不然有点问题 对 这个受不了 吃了一坨再坨在一起了 受不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打入虽然厉害 但不能着急 这个时候要走打吃 交换一个 打吃的时候 假如说白棋立下去的话 黑棋是否就接上就可以了 还是怎么想 这个 对 我们马上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实战 我们先说实战 它是走这个套打 把黑棋包进去 我是觉得是不能接受的 万万不能接受的 一定要立下去 是吧 对 死了也不能这么下 这个损失太惨重了 实地损失太 你在这个地方 费了千辛万苦 捞了这么一点木 这边全给人家送出去了 不仅送出去 还下出一块大姑旗 这个受不了 我觉得不能这么下 白棋还只有立 这个地方应该只有立 没有别的下 它立的话 不是在小黑棋是街上的 还是直接爬回去的问题 对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 如果你直接爬回去的话 挺纠结的 直接爬回去的话 如果你现在打的压 跟刚才就不一样 我冲了断吃在这了 冲死了 那不行 那差多了 对 直接爬回去 其实白棋有两种下方 一种就是挖这个 挖这个 我现在只能打底下 对 你只能打底下 不能打上面 对 然后这样白棋再把它弃了 挖着一下再打上面 这个是一种弃子的下方 嗯 然后冲过来 是吧 对 这样黑棋可以吃 没问题 但是这样白棋打吃 嗯 再接上 再接上 这样好像也还行 好 看起来 对 然后就 接上吧 对 接上好一点 然后白棋可能在上面走一走 嗯 嗯 这是一种下方 但是黑棋也比较实惠 对 这样下黑棋应该也还可以 嗯 对 还有一种下方 就是白棋就活了 你就把这个吃了是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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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摆的有点多 白棋就把这个吃了 我觉得也不错 吃了应该也是不错 你就把那个就地做活 对 我就可能贴一下 贴一小长 然后再接一个 这个特别大 这张棋本身就巨大 是的 啊 黑棋呢 看上去短了 其实收获也谈不上收获很难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虽然厚 为妇女 但白棋这个刚才我们说 他掏的这个现在的效率就体现出了 嗯 他掏这个本身是一个 我们说就是一部关子吧 可以说 但现在呢 他这一间 威胁黑棋的眼位 这个效率就已经体现出了 还有就是他这下的巨厚 巨厚之后 你要在中府有所作为的时候 就很困难 这也是白棋这张棋的效率 所以说这个看上去 白棋还是蛮连贯的 局部便宜便宜 我们先不谈它 但这样白棋也还是能接受 对 我觉得白棋可以接受 我觉得你先到那个还是挺不错的 啊 对 这个巨大 这张棋太大了 我接完了之后 这下一步再爬它一下 要挟它一下 挺大 受不了 你又得下单关了 黑棋就得下单关了 我得外面赶紧补活 我估计黑棋还只有挡 就可能冷静 挡一个有点大 有点大 那这样白棋就反正先是活 嗯 嗯 它可以再把这个跑一跑 是 这个 这个还早吧 慢慢下吧 反正 我觉得没什么 这挺好 嗯 白棋不错 对 黑棋不会这样选 黑棋大概不会这样选 黑棋大概不会直接爬回去吧 大概不会直接爬回去 这活了有点大 所以说 对 你如果立的话 它就只有街上 这个时候 这就真是走重了 如果你再拐了 那就不一样 那不一样 这爬就全灭你 这不一样了 这就太重了 这白的 你绝对不能死 对 这不能死 这要死了 受不了 而且这局部也确实活不了了 除非你卖这个 这样不如打 然后被人家唬到这来 这俩子全是他的 对 这有点惨痛 可能局部还活不了 你还靠什么很诡异的东西 那个就不行 不能考虑 所以说这样不行 但是这个街的时候 你也接不着 你想点办法 这个街的白棋可以 比如说白棋可以肩顶 现在我不能尝 尝了被拐过 所以大概只有打上去 对 这个肩顶是好奇 看上去是俗手 其实是可以说一部俗巾 这个时候你不能尝了 你在这个地方 如果跟着我走 这拐过 黑棋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这几招就太俗了 黑棋这几招 是的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 你也不能挡这个 被拐回去了 全死了 对 所以你只好冲这个 冲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别着急去吃这个子 这个已经不是奇经了 这两个子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它已经完成了 光荣地完成历史使命了 这个时候它可以虎上面 这我们看白棋其实还是能接受的 还不错 还不错 这样黑棋 我估计这个可能也不见得会跑 走一个 因为这个跑的话 人家随时一拐吃 基本上也是火气 对 所以说你也威胁不到它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已经被白棋脱身了 对 这样白棋就是把这个气了 气了之后 局部有点损失 但是从全局来看 它把你还是打散了 最近棋没有那么苦 还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接受 就这个结果应该是双方比较容易下场的一个结果 对 我觉得正常 像这样可以满意 黑棋无论是爬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街 白棋都有应用 白棋都可以 都有办法 这个棋就没有不立下来的道理 我觉得这个棋 它的不利 实在是没看懂 这个为什么不利 这个没有不利的道理 它下的特别大局的 对 无论走什么 白棋都不难处理 但你这个打石 看上去是手筋 实际上是大损 局部大亏 对 因为木树很惨 对 这个木树太惨了 底下全部渡过了 全线连双 接在这 而且这个还很薄 黑机跳点在这 这一跳点 就是说黑机已经渡过了 这地方已经渡过了 跳点是好手 对 如果你的足度 它可以断你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脚已经连脚带边 这全都是黑棋的空 这个字也是绝好 是的 最关键的是白棋这块棋还是不知所云 所以我觉得这个王神星下的事 他可能是没有发挥出水平 对 这棋好像下的不是太好 不太好 我们看看他接下来怎么办 他先挂了一下 然后黑棋依然扎定 把空牢牢守住 黑棋其实这个时候 可能我觉得 我看到这的时候 我觉得展阎老师 其实还可以考虑 更狠一些的 继续追击 像白棋的这坨棋子 大家看 像这种棋子 我们自己在实战中 可能也经常会遇到 你缠不上它有什么木 它看 这肯定不是木 对吧 但是你也说不清 它是厚还是薄 像这样的情况 经常会遇到 这种时候其实它是把它当作后势用 还是把它当作枯棋 去被进攻 这个将成为一个局面的焦点 非常的重要 这个时候如果黑棋 比如说抢攻 我们举个例子 你沾上 黑棋把它尝过来 这个时候 由于白棋自身 我们刚才说黑棋已经非常厚了 它已经度过了 你这出头是很苦的 比如说你走这个 你走得这样很痛哭的 对 反 你这护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护下去它就 单接是不是也行 回去的单接也可以 在上面筛你 我觉得也可以 我拍进去 这个还是能度过的 这两边 最起码两边度过 我们先不说断的问题 局部它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接上 它接上你就死了 那就不用弹了 这肯定不行 它这个虎是先手 你依然立不下去 对 要去气不够 对 太残了 正好厉害 其实气不够 所以说你这只有肠 那它这一肠 就是舒服的 对 我觉得白棋真的是 这不说 它就可能 可能继续 给你来个缠绕进攻 这肩可能很快就下完了 快要不会了 对 这个就是 如果它是薄棋的话 被黑棋 被黑棋这样一纠缠 这期 可能很快就结束了 我觉得这是白棋不行 那你白棋就得想办法去挣扎 这个怎么挣扎呢 它点的时候 是不是先想点别的办法 比如说 跳出 我哪边要跳 这样跳 可能只能这样跳 他就跳不出来 就冲断了 只能这样跳 但是这个很惨 这个很难受 确实 这边都是单关 最主要是这边都是单关 你比如说长 我就算是不冲断你 可能还能冲断 我就算不冲断 我就把这儿断了 你在这边连着都是单关 这个都是厚得一塌糊涂的地方 无论走多少都没价值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白棋 挣扎也不太好挣扎 不太好挣扎 这个被黑棋一点确实挺头痛的 你这又不能气 你说我这个点脚 太大了吧 可以我估计黑棋就看不见了 眼神不好 对不起 我下面这吃了再说 这个吃了 你把这棋子一拿 效率就没法看了 这里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字 黑棋一共才五个字 这里面还要拿三个字 都没法拿 这里面的效率太高了 这肯定是大败 所以说 气也不能气 所以说 我觉得你这个点一个挺凶狠的 让白棋好像无法脱身 在这 对 就是说 在他看上去 不是后事的时候 你要先攻他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 就是抢攻 跟我们其他什么球类运动 发球抢攻 这个道理 你谁先攻 谁就占主动 没错 这个是赵小薰 刚才给黑棋提的一个意见 那么接下来 黑棋到底怎么下了 我们要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精彩的对局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张璇和王承鑫的精彩对局 刚才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白棋刚刚挂脚 那么赵守旭 建议黑棋要在这点一个抢先进攻 这个抢先进攻挺受的 这个抢先进攻 对 你让他气也不适 是跑也不适 难受 没错 但实战的黑棋还是下的挺稳健的 他就先扎个钉 可能觉得总是先手 你要是走就再说 是 但是白棋下一招棋很好 这个很好 这招棋不仅价值大 同时 加强了自己 对 他隐约把自己当后事用了 这有点受不了 本来这么薄的一块鞋又薄又重 是欠着很大的负担的 对 就本来他是一个 是一个银行欠款的 现在变成存款了 一下变成他 他将来可能还能产生一些 产生利润 才有价值了 这个受不了 白棋挂的时候 本来我也觉得 是不是考虑抢先攻击 但是攻击要从哪里开始攻击 具体的手法要在哪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你看我觉得你刚才这个点 就是一个很好的招法 就把它先点中了 让它很难受 对 它很难受 这个有点可惜 黑棋错过了一个机会 没错 它飞出来 飞起来 这个时候就不太能这样 比如说再围 这个太委屈了 对 这个就是黑棋 我们刚才讲 它已经非常厚了 都是连过来的 所以说它要尽量的先出头 然后将来还是瞄着 从这一带去攻击白棋 是这样 白棋下面几手棋 我觉得非常好 下得很好 下得很好 它先靠着这个 实力 靠的时候黑棋不能扳断它吗 很想反击 可以 能就可以了 不太清楚 反断我估计 它断 断我就尝回来 这样的话以后点起来也很厉害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估计它可能是 就靠断之类的 这个就比较厉害 这有一团混战 可能 可能这不是张璇老师 他希望下场的变化 对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以不下 以我的风格来说 人家敢从这儿靠下来 我势必想到要反击 白棋会不会 这个 他可能想要下来 不知道 会这样 打到这下吗 他能做什么 他就立一个 把你先分断 然后我 这边要立下来 他挺长一个 怎么办 我还不像马哈达了 有点讨厌 可能是有这样的担心 不过白棋可能还可以接上 度过的时候 他打在这 这样黑棋尖一个牵手 白棋好像是刚好立不下来 插一口气 但是白棋也得立 立完了之后是一个收气 对 你得把这下刺掉 这就有点复杂 这变化 大家可能看着有点晕 但实际上还是挺有变性 然后再断这一路 对 这样白棋先沾一下 下去杀气 那这下气挺难受的 因为黑棋要收气的话 他团一个 等于说 这籽是不是接不回去了 对 这籽接不回去了 那这白棋像是活了 还是挺舒服的 没错 木树黑棋也是挺小的 吃的都拖在一起了 看来这个反击 不能随便乱下 他可能是担心 我估计是戴死 力比较稳 反正把这些变化 都给他干干净净的补助 没错 他像求稳这气 不要在一个局部 把自己吓坏了 可以靠下去 在这 靠也是好气 但总之白棋通过 一二三这几条鞋走完之后 大家看 这块鞋 似乎是 已经没有问题了 对 已经隐隐约约都觉得 走得挺好的了 对 走得挺好的 甚至我们就刚才说的 他某一天 有一种可能 就是会成为后世 他会中间还有潜力 这就是有点 所以谁先动手 还是很重要 在这 对 黑棋等于就是 失去了一个机会 丧失了一个扩大 这个优势的一个 觉得好的机会 对 这种地方 我觉得可能 是南棋手比较强的地方 这种地方可能南棋手 就不太容易放过 对 这个有点是类似于 是战略和战术的问题 像这种时候 抓紧时间去攻塔 这属于是战略问题 你错过了一个时机 以后就没了 对 像应该怎么攻 可能有很多种手法 这属于战术问题 但是我是隐约觉得 一定是这个时机 要去攻塔 是对的 白棋先点刺 白棋先点刺 接下来他做这个 这招其实我觉得是 格局里面一个也是非常不好的一手 问题一手 是吗 他还是有点把双方的强弱对比 你再没有太搞清楚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觉得这块棋是一块姑棋 对 他觉得这块姑棋 这块棋 其实你想攻他 太累了 这块棋 他这一虎 都是演 这一家 刚才我们说 搬虎先手 这靠靠 全都是演 是的 你攻他还很遥远 虽然白棋这块 我们刚才说 他自身很厚 这个是白棋打入的一个 他的一个效果 就是把自身下厚 你是有这个心情的 黑棋也挺宽的看上去 但实际上你是攻不着他的 攻不着他的话 这条鞋我们就来比比 这个是不是最大 那就是要画一个问号 这条鞋 我觉得可以考虑 你干脆让他围 比如走这个 那么黑棋假如说围上 在这 对 黑棋围上 黑棋可能比较好的次序 黑棋可以先走这个 先飞一下 然后他肩住 对 再围 回头 让白棋就贴 对 这个还能弄几下 这黑棋很不爽 这个地方 我有点为难 我不知道我是长 还是扳起来 扳又被你扳一下 扳又被扳 那我就尝一个 对 尝一下 这时候白棋把这个 走过来 这拆过来 本身黑棋就挺难受的 这里面有一个 对 这里面有一个 间谍 对 空里面有一个扶冰 这很难受 这黑棋 所以说永远不要怕自己的空不够 空是很多地方都可以伸出来的 对 就是说你不要因为担心空不够 非要去把人家的空破掉 实际上不一定好 这时候看黑棋其实 如果我们抛开这块棋的厚薄问题 刚才说的 你供不着它 那就不要考虑它了 那这黑棋一共就为了多少 我们数得出来的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木弱 为了不到20木 对 那你通过这个 你这个地方多了一道后市 把这个拆过来 这个潜力是 20木肯定是不止的 本身它就已经不止20木了 而且还有可能跟中府的 就比如说将来 可能这个还能 没准能欺负着一下 跟中府还会形成一些呼应 对 而且这个本身就是先手 对 这个本身就很好的一手棋 你不走 我要搬出来了 你马上就搬过 对 就可以 所以说我是觉得白棋可以考虑从天上来 这个下来是好的 由于白棋 因为黑棋 我觉得这个还是 这几个没有抓住机会 其实现在白棋已经缓过一口气来了 这个形势没有那么悲观 也不至于这样去拼控 没那么紧密 这个我觉得很不好 所以自己控不够的时候 想点办法 不要着急 对 这着急是最糟糕的 对 有点太当回事了 太把这边底下当回事 黑棋其实没有 就围不大的这块棋 而且你也供不着人家 这个就是一个破空 对 不好 接下来就可以看到 你为什么没有供不着 它老是供不着 对 你会发现这块棋到处都是盐 确实没法供 它做盐特别容易 我甚至觉得这样打入了 还不如自己跳一个 就价值来说 它还不如跳一个大 那如果刚才 它这个跳之前 是不是考虑先尖顶它一下呢 对 这可能是一个细节 确实是 这样会不好一点 尖顶 然后再跳起来 不过这样 它会直接进三三吗 不清楚 就好一点 这样 我觉得还是会比实战好一点 飞一下 它被人家飞着了 因为它直接跳 它没有走这一下 然后再跳 黑棋其实完全不怕你 这边黑棋完全不怕 黑棋是走到这个 飞一下 不要再飞 控制局面 这样其实白棋 我们看来就还是 你其实就是把它那20目给破了 不到20目 小20目给破了 但是刚才这边能成的空线都没了 对 全没了 现在成人家的视力了 走过来之后 它一点都不比你薄 其实 是的 这头是它的 差很多 现在白棋走这个 飞一个 好像是走这个 是的 这个本身也不大 价值 本身是没什么木的 它是吓唬一下 靠的 对 这白棋就发现动不了了 这靠局部来说是一个作严的好奇 你会发现你真的是动不了 你要搬这个 虎中先手 就一虎坏了 就一步走 虎死了 你要立脚 这个就送死 这个手就是羊入虎口 就等于它这个先手 你要是立 它就先搬搬上面 将来它可以搬毡 这一挡 不仅是眼位 而且你这个木很松 是的 没什么木 而且它有力的情况下 它可以搬了连半 危险一下 然后再虎回去 那就这一塌糊出了 虎也大损 是的 你肠上面也一样 它底下就直接搬虎 就做活了 对 所以这台子一靠 根本供不着 你再走 没准都后手了 白旗其实没有那么大价值 跑出来 所以白旗看看 走也走不好了 算了 回不走了 回到这了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可能是 王晨星的强项 提醒出来了 他这东弄一下 西弄一下 这条旗也是跟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镇是有点同样相同的道理 现在白旗这块旗 其实它还是非常薄的 这块旗其实还是非常薄的 我们就还是刚才这种点过来 它就 它有点顶不住 就有点顶不住 这个很苦 同样黑旗这块旗 比白旗出镇要好很多了 当然 它有眼 但是黑旗这块旗也是说不清 它是古旗还是后市 这个时候就抢供特别重要 我拿我这先当后市 先来供你 这就很重要 对 就像中间现在是很空旷的地方 具体怎么走 然后你具体要想干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在这方面 王成青显然比较清楚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 这个很好 这条旗下的很好 然后黑旗脱纤了 黑旗是点了一个这个 点刺一下 点刺这个 他想先考验它一下 对 他想先考验它 可能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先跳的话 他估计是跳这个 这样你可能点不着了 就点它 只担心点不着了 觉得有可能 是有这种担心 所以说他要先点 他希望你沾上 他把白旗点中了 然后再跳的话 就对你威胁比较大 如果跟着它补 不管你怎么补 可能它反手再来 你这下等于没有用 是用上 你这样跳过来之后 这个白旗才可以说是加厚了 所以说 它可能是这个意思 但是白旗一顶 黑旗一虎 对 这样白旗一双 这个旗型还是不错 它至少能把这个地方 虽然帮黑旗也加厚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正到一个先手 对 长 这样白旗把这个一靠住 靠住 这个旗我觉得现在 稍稍有一点逆转的味道 想到这 因为中央的厚薄非常重要 对 关系到后半盘的收束 还有中间的木属问题 对 很多方面 所以 这个黑旗就没有那么 看上去那么乐观了 本来它一出来 白旗是上下两边全薄的 对 这样被白旗 它一弄一下脸上 可能至少点一个 还是稍微有点轻率的 这个无论如何 不能让白旗这么舒服 靠住 对 这个脸上太大了 黑旗先搬一个 在这 黑旗搬 这个斑 就是说 在这边行旗 总之它价值是很小的 就是黑旗 是一块活旗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块其实不可能被白旗攻 这块活旗 白旗也是活旗 这就是木属 木属来说 这个其实是不大的 对 看起来王晨兴的中后半盘 还是挺有实力的 对 它还是下的蛮好的 它要求把这个地方的木属会守住 对 这个绷得非常紧上去 对 贴住为控 贴住 你每一步都要守住 可能就把这个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张玄老师还是有一种优势的一种心态 还是觉得形式很不错的 可能对于中间的这些潜在的东西 他看的不是特别重 他对于边角的木属是非常敏感的 对 所以基本上他先把木捞住 吃了的确很大 手要的 这一手很大 顶住 把这个先挡回来 这个顶出来 他其实本身来说肯定是一个大俗手 这不是好骑 这个顶出来本身局部是个很俗的骑 如果你能搬出来的话 那一定不想顶出来 如果搬成立的话 搬的话他大概长这个 如果能这样顶出来 那就厉害了 但现在这个手法是否可惜 他是不是在担心 因为这个一出来之后 黑棋那个脚上就不太对了 我怎么把你分端 这样吗 可能不太分端 没有分端 不太好端 这个本身局部是可以成立的 可以跑出来 可以跑出来的 他也许是担心 这个还是觉得自己薄 太薄了 对 所以说他实际上产了一个这个 这个其实挺俗的 顶着冲过了 对 他希望黑棋断掉是吗 对 他希望黑棋断 然后他外面可以走回去 打一圈 这样 这个手法还挺好的 这个黑棋 这个我也跑不掉 或者只能忘记他打回去一会儿 对 他是这么想的 但这个人家肯定不会是中计 他搬过 搬过 是 这白棋其实木树一点都不可以吃了 他就是把自己加长了一些 看起来还是 他比较就是看中中央 对 王贤星这个后半盘 其实中后盘下的还是蛮好的 因为他把这个 其实他把最重要的矛盾给解决了 对 最重要的就是这块 我们一直在强调 白棋上下两块到底是厚还是薄 他实际上不仅把它下厚了 还围出了好多空 不知不觉的 他自己还围出了一些空来 当厚试用了 反正把薄棋当厚试用了 这点就挺厉害的 黑鞋线小尖 像黑这种小尖都是很无奈的 本来是谁愿意往这走 对吧 就显然是单观 但他现在没办法了 所以因为一开始没有抢弓白棋 白棋就变成人家很厚了 对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白棋跳一会儿 继续把底下加厚 因为如果不跳的话 人家一加就过了 墓数很大 就由中间搬一下 顺势而为常 不要去断它 对 然后黑棋把这跳 还是回到这 看着墓数 对 白棋是走了个这边 飞一个 黑棋接上 跳 在这 这看起来 白棋隐约约成熟十几墓 对 白棋还是围出点墓 这个地方 还是围出了一些空 这黑棋看 这长出那么多空来 我这也得长点 靠住它 这也挺大的 现在双方就是收关了 是 进入关子阶段了 顶 挡住 白棋壶 这个时候 黑棋 这个一路搬很大 机敏 这个是 在这一瞬间 对 他先讨厌一下 因为他如果搬着了 他现在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时机来搬 就是他如果搬着了 接上 然后 对 就是搬着了 我们走一个棒 对 将来你在打的时候 他不要了 他打外面了 这个子不重要了 可以抢先手了 反正我已经搬站着了 对 可以抢先手 就是还是木数差距很大 对 非常大 就是双线四目受不了 所以说他趁这个第一时间来搬你 当然王春兴他也懂 这个其实不能让你轻易做着 然后你就不要了 对 他这时候打 打这个 他就没打算挡到底下去 他压根就不硬了 然后他长一个 对 从上面来了 对 黑棋跳回去 这个时候他下了一步 手筋 断一个 在这 对 这是一个手筋 是 本来那单断是没什么用的 就是人家打一个就没用了 对 提掉胃半吃了不就完了 但是现在这边因为有关系 是不是可以先冲一个 还是 刺激 还有一个刺激 就是先冲 我估计是先冲 是吧 它挡住的话 再长 大家仔细看 这地方挺有意思的 是 如果说你接上 我摆个扁 简单的吧 它就提掉吧 你接上 我把你这两次吃了 吃了不行 对 如果说你贴起来 这是你最强的下发 要不然被我断死了 我还是贴了 然后你得这样 我在挖吃 对 一挖吃 黑棋还是气紧 你这正好差一口气 我一断打就把你吃了 对 这底下吃了 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它挺贵的 在这时候来断几个 这就是想吃有太强项 典型洗手的强项 就提前出来了 这种地方它比较敏感 敏感一些 这个厉害 这个其实不太容易想到这样的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可能这段起搬这个 可能是一个问题手 是的 而且可能问题还挺严重的 这么看来 不搬这个没什么事 它打就打外面 对我刚才说过 就打外面就完了 但是就是为了这几步 其实一下 对 其实你它打这 想开点也可以打 就打外面也没关系 算了 对 这搬还是很大 就等于它提了之后 这搬也没解决问题 也还是很大 可能心情上就不太肯接受 让你打着 那这一段就出问题了 抢这一枪 这一段出问题了 现在黑漆没有办法 只能打在这 对 这个是白叉 这被拍下去了 这牧师插飞了 对 白来的这个 接上 然后再加 黑漆加这个 白漆一粒 白漆一粒 这个地方 最关键是黑漆 现在你如果 你这还讲上还有问题 对 现在讲上还有问题 它现在是长出来了 这个拼一下 对 这一定要拼一下 如果不拼拼 我觉得这其实好像已经不太对了 这不对了 不拼拼 大家看 就讲上不管你怎么补活 你可能很奇怪 补的已经很难受了 很小 它把这尝过来 尝过来之后 你可能还得去吃它这两个字 是 那麻烦了 这个太小了 吃了 看这吃来吃去 讲上刚才挺大的一块空 吃来吃去 落个后手 自己就实进不起 你要不吃更不行 你不吃它这回 怎么一个 退回来 比如说 还先手 对 你还得补活 补活这块漆还没活 这就一塌糊涂了 全都不对了 对 你狠一点 你是不是可以走到这 也可以 直接一步到位 走到这也可以 是 也比较凶狠一些 对 这块漆也没活 这样一来已经不对了 所以他这个也拼了 这时候 张老师一看 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现在这个漆 也必须拼了 长的时候 白旗这个接不是决限吗 白旗反正你要是敢接 它就给你尝过来 反正必须先尝过来 这个地方局部来说不是决限 的确不是决限 他要吃它的话 好像不太容易进杀 不是容易 对 这个没那么好吃 这个就是可能点一下 点一下被顶住 无论你走什么 他这个一路弯前手 他玩这个前手 他这拍个火 对 所以这漆局部来说 没那么好杀 但这张漆也是巨大的 不过这个就是说 他还不能容忍黑旗尝过来 这还是一个前提 不能容忍他尝过 尝过来他还能冲断你 先手 所以白旗他先尖了 这个 这个旗其实下的很有意思 这个旗下的很有意思 如果白旗看到这个变化的话 白旗我们刚才这张旗 他就先尖了 对 这是个大恶手 就先尖了 但他没有预见到 未来将发生的事情 他没想到黑旗会尝 对 他觉得他这个 他觉得已经挺好了 很好 他觉得一立 他的这个剧本是这么拍 你赶紧得鼓这个吧 我只走过来 我估计可能尝一算了 因为没必要 然后你还得冲断吧 冲断我先手一吃 再把这个空手手住 一点目 这个戏垃圣 对 这是他心里的 是这么演的 这剧本应该这么演 就没想到人家把这个跑出来了 这个跑出来 他现在发现来不及了 这跑完来不及了 你打吃这个也不行 打吃这个 你要走 你这长出来 长出来冲死了 这冲已经死了 这是跑都跑不了了 所以说你这打完了之后 就这已经死了 那你就被人家白跑出来了 这次 对吧 这你就要在单关街 他跳速活 跟你刚才那个人天壤之别 差了有接近始末 我看这个地方 是的 那他肯定受不了 所以说你要单家用 刚才也说了也不行 他就拼死一尝 这也不行 反正黑企肯定是要跟你拼了 他觉得不可能这样再补回去 这期已经没法看了 不能 对 事实 就行 所以他这个力 被人家跑出来之后 这个局部是 要么就差十目 就是你比刚才的你的剧本 你的理想多亏了十目 这他哪受得了 对不对 要么就是形成了实战的那种转换 所以说如果要是看到这个结果的话 那他这个起因很简单 他就不应该先立 他先走这个就行了 他先走掉 他就长不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这样 再长 这个特别有意思 他就长不出来了 变化还很妙 这个不得不说 王晨星 他今天王晨星起手 这名起手 他的计算力 包括他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对 是很厉害的一个起手 他因为不然他都发现了这种 要么被人家一场 可能一下头都大了 怎么办 但是很可惜 就是他思绪没有下到最好 他如果先走的话就不一样 对 他没有预见性 就是事情发生了 他才临时想到了一个办法 虽然说是很妙的办法 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如果要是有预见性的 在他发生之前 那就差多了 对 在你生病之前 先把病根病因给除了 那就厉害了 如果你拐 就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都是一本道 因为白旗只有三口气 他必须要紧入黑旗的气 我现在如果拍痴 被一击打一打 你团在那儿就团阻了 我别走错了 我们看看这条旗的作用在哪 如果走这 我们来看看它的作用在哪 接住 然后白旗接上 如果没有这个 可以急急冲 连回去了 对 连回去了 这没有用了 打它接上 但是实在这样的时候 你发现你连不上 对 它就可以从后面打吃 接不住了 这两条旗 很奇妙吧 这样这些发挥 绝对没有作用 是的 大家看这个小猩猩 也不是 等闲之辈 等闲之辈 对 它这个计算是很深远的 能看出来 是的 很妙 美中不足就是没有先煎 它先立了 被人家长了 但是这个 就是一个次序的差距 可能就关乎 这个 胜败了 成败 你这个时候煎就煎不着了 被人家把这个断了 人家吃到这 本来你如果说 这两下没走的话 它最多也就是吃在这 这还没提掉的 这上面 对 差一手旗 差多了 这直接断死了 现在是黑旗断到这来了 白旗先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 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打了一下 不明白 它就不走的话 可能被人家直接 这句反正没有什么便宜 可能 没什么必然性 没什么必然性 不 这不好意思 这有个字 对 刚才我们摆的时候 然后冲了一下 嗯 可以去交换了一下 赶紧把那个扳回去 这个太大 这个巨大 是 现在扳 弯一个 得把这块 这个也很诱人 这个黑旗刚才走这个 也很诱人 其实 这是一个 你说 因为如果说黑旗 假如说不腐 把这个跳死的话 也是一种下法 我觉得 对 我觉得黑旗就单贴 单贴别撞那口气 单贴 好像 也挺纠结的 好像 这个可能更大一点 单贴了之后 它就把你这个 长死 是吧 那它再 把那个立下去 因为你单贴的时候 它必须紧住气 它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 我一度过 这刚才少冲了一下 这个是 因为外面拦不住 它就太大了 你只有紧住它气 那它长在这 你如果就是立下去 它这好像可以拱一拱 这个 把气团住在这 团住的话 我能不能 用个什么方式去收一收 跳一个 你可以先手把这个连回去 这个可以先手 它还是挺大的 确实 这也是一种下方 这个也许比它实战 还要好一些 这也许 而且这个地方 我将来断 我还可以收气 给你收回去 对 那木树没有 下的中那么大 好 我们看它实战 由于时间关系 后半盘的关子 其实这盘棋 可以研究的地方很多 对 它虎这个 我们还是看看它们后面到底发生什么故事了 鸡蛋 黑棋提掉 对 它就把它全包住在里面了 这样的话 其实白棋算是勉强 过了一关 这是 还能接受 像这个结果 是的 下成这样 然后白棋把这个赶紧连过去 黑棋这块棋 现在有点问题了 对 黑棋要做活 拖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结 对 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 这个是 白棋这是拼了 要提这个 这黑棋打 这棋 黑棋大龙不活 对 这是白棋的一个资本 这要 黑棋要打败的话 就龙死了 所以这个也是 特别凶惨 走这个 黑棋踢结 白棋尖 找结 踢回来 然后打吃这个 找结 黑棋反正现在理想很简单 我就是把这个 结打赢 结打赢 其实下火 就是胜利 断一个先手 而且本身结还挺多的 非刺一下 这次白棋冲 拐冲 这个刺看来 就是挺损的 其实 对 他把自己先冲死在那一个 团打 提掉 挖了一下 在这找结 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扑 扑的时候 黑棋不要了 脱尖了 他结上 因为现在没有合适的结材了 如果你再硬的话 结可能打不硬 再硬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有点搞不清楚 为什么不硬 他要击打这个 对 打吃是一个结 其实这个时候 张晓老师他可能觉得赢了吧 他觉得够了 他可能点青了 他够了 这个时候其实 如果更狠一点就提了 这应该白棋不太行 这击打 白棋必须得要 击打我肯定得赢 要不然 被揭在这 揭在这不行 我得提在这 揭在这人其实是活的 你断打我可以坐在这 对 是吧 我得吃 反正你提了 我下一枚可能不是结了 是 但是我这个提一下便宜了两幕多 而且我吃到一下便宜了不止两幕 我吃到一下便宜多了 后面吃你接上了 那他为什么不硬了 这有点奇怪 这确实有点奇怪 这实际上他就接这个 是 这可能还是 我觉得也许也是年纪大了吧 这个 关键的时候 下到后半盘 难免会出现一点点失误 这个也算正常 我这个搬死 还好 这个能搬死 能搬死也是收获破风 搬死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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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黑棋跳进去了 在这 把这个跳住 很大 搬死拖鲜了 在这 把这个给守住 对 现在 也很平 现在黑棋走这 先走 先吃了一个 这个地方就最后一个故事 先打一个是吧 我觉得他先打一个 好像白棋挺难受 如果先打一个 假如说提掉 黑棋小飞这个 这局部怎么活 这个里面是一个打截杀吧 对 如果说他单靠一个 那么黑棋退回去 对 白棋 如果说你现在几打呢 我就哇吃这个 这就是打这个结吧 对 这就是打这个结 单打这个结 本来呢 如果这下没打吃掉呢 他本身结有好多 他可以冲完了再几打这个 对 但是现在他冲完了不能打这个 当然被提掉了 所以他这本身结少多了 而且黑棋也轻这样的结 可能这样一打 把这脚一吃 这期也就结束了 因为这两个脚 吃到一个应该就赢了 是的 实战的不是这么下的 他是靠这个 对 然后他没打那一下 他冲 然后白棋打吃这 对 白棋再冲 再冲 他只能接在这 你也不能提 搜刮了一下 先手搜刮了一下 接下来继续收关 最后还是中府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下的也挺纠结的 最后又弄出一个截来 但其实 应该还是黑棋 就是说后面黑棋还是小胜的局面 对 是的 那你觉得这棋如果说 那个地方白棋即使退缩一下的话 是不是黑棋也还可以 对 退缩一下 应该也是黑棋小胜 要小胜一些 是吧 对 那看来总体来说 这个黑棋还是占优的时候比较多 对 黑棋占优 就是后半盘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乱 就是这个地方 下完其实黑棋已经赢了 那这个截怎么被提成这样 就是 最起码应该先提一个 就是差很多 这不是差一点 会便宜很多 是的 这个地方是 后半盘吧 可能张强老师 稍微松懈了一下 没错 不过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盘棋 还是下的挺好的 双方都有一些出彩的表现 对 有一些让大家能学到招的地方 至少像这种地方 白棋在这儿飞 后来走到这儿 白棋的招房 很多都可以让大家学习和借鉴 因为它比较注重中间的潜力 对 因为这到后半盘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非常难以掌握的地方 对 还有它这个尖 这种尖其实是很厉害的 就是在 因为不乱 在遇到困难的情况 它能够有这样的反应 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没错 是这样子 那么虽然这个转换 黑棋没有提到这一下 利用这个劫财 再便宜一下 但是转换的结果 黑棋还是最终的结局 要稍优一些 对 最后这盘棋的结果 后面还产生了一些故事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进行完 那么是以四分之三子的优势 微弱优势战胜了 又四分之三子 有些地方是说四分之三子 所以也不是很确认 我没有问他本人 所以其实这个差距是很微弱的 很微弱的优势 黑棋是 张涵老师是 三连胜 取得三连胜 非常厉害 恭喜张涵老师 那么今天这盘棋 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了 感谢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论道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形天下 奇遇乐无穷 各位喜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